習樂宣跟荷蘭宣 特別提到荷蘭宣 就在把持這個西南狀 然後不讓人家頂調 這也是一名廟千古以來從來沒有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違背善良風俗 也違背我們一名廟長遠以來的 徽章習俗的事情 那判決下來 結果呢我們就改選 改選當天2月24號我就出國 出國以後還沒有回來 他習樂宣跟荷蘭宣和俊雄去強迫總幹事 把所有的移交 這個是絕對違法的事情 移交我回來以後 那我要求你把清策帳做出來 好交代 他本人從未簽字 連印件都還在我這裡 沒有移交喔 那這種情況下 他把220週年的 這個我們眾信寺的捐法 也完全霸佔 把去銀行啊 自己去銀行善改這個印件 我本來要提到 後來呢 後來呢 也是想著說 這個廟 是我祖先創設 我祖先捐獻 這樣一路傳承下來 丟臉 是丟廟的臉 我四年沒有參與 我忍受這個痛苦 那今天呢 因為太多的陳述 包括他剛才的惡行惡狀 去騙人家的錢 假真知真騙財 等等 航欣的那個董事長 也是那個 我們一名量的董事長 他當時 他當時 向我們推銷那個 航欣的股票 是以一名量的董事長的名義 他跟我們說 那個一名量的資產 有100多億 那個股票啊 會上漲差不多500多塊 結果 我們就想跟他拿 他意思說 再三個保證 他說跟那個 馬英九或七多 怎麼樣怎麼樣 他這些 分配不公的事情 也都提出告訴我 那羅斯隆董事 也曾經提出告訴我 劉文貞董事 也提出告訴我 他要應該要不公認 你